中华文明 人类瑰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释到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课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一只高阳 重恩重荷 共不容我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 导师慈悲教导 赤海虚面�meshen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骑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久安 教学为宪 诸佛暴土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 这里是《弟子归看天下》 今天的课程是钱该不该抢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4年1月9号 我们都看到了这么一条新闻 我们看到这个在福州打工的这个女子 四十多岁 这是她很伤心的样子 非常悲痛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呢 也非常难过 夫妇两个人打工 一年的血汗钱 才六千多块钱 然后呢 你看她把她缝在布袋子里 绑在腰上 她是清理大楼那个玻璃的 在很高的地方八楼 打扫着她不小心呢 这个袋子破了 这个钱呢 全部撒得满街都是 这是福建的叫东南快报 有这个报道 钱掉下去之后 马路上的人轰抢 这是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到今天为止找回来多少钱呢 三百块钱 她是一边哭 一边到处去找 没有人把钱还给她 三百块钱 她对着这个记者 她就讲 她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血汗钱 整整一年 准备拿着这个钱回家过年 两个孩子在家里等着 另外就是孩子明年上学的钱 都在这里边 你看马上就要过年了 你说怎么办 你看这是她在楼下大哭的样子 我们看了非常难过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名字叫 钱该不该抢 这么个题目 我们想想 如果是自己的钱 那还用抢吗 肯定这个钱不是自己的 那不是自己的钱 还能抢吗 能抢 这种新闻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我们看到很多 有的人跪在地上求 你把钱还给我吧 那是我的血汗钱 没人给 抢着谁算谁的 所以 我们觉得 起这么一个题目 害臊 可悲 可叹 可耻 如果这成为了 社会风尚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 人家会怎么说我们中国人 这些新闻 全世界都在看着 这个族群 我们总在想 人要过上 有尊严的生活 好像我们现在生活 确实 很多人说不错了 我们怎么越来越不像人的样子了 头一个 自己 不尊重自己 那是人该做的事情吗 你看都在做 六千块钱 一抢二空 都是马路上的人 什么人都抢 男女老少 说明 大家 什么人 这种事情都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栏目 叫 弟子归 看天下 有什么可看的呢 钱 该不该抢 就看这个 你看 弟子归 可能你家的孩子都在背 都在学这个 啊 他的背后 是一幅对联 安身立命 教古今第一好书 吉祥平安 玉天下难得人才 说明这个书能教出好人来 而且被称为古今第一好书啊 横批是什么呢 掌幽 必读 这个东西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能够给我们带来天下太平 大家不要不相信 首先 我们发现 啊 像今天这样的题目 像这还能成为问题吗 那钱该不该抢 别人的钱 该不该抢 这还能成为问题吗 能成为 这不是事实吗 都在抢吗 那有人讲了 那 我又没从他斗里抢 是天上掉下来的 天上掉下来的 那钱是谁的钱的 是不是你的钱 你说那谁捡都算谁的 那是强盗逻辑 马路上我们看到 有个孩子走失了 找不着家了 哎 你也谁捡着是谁的 你领你家就行不行啊 哎 那个 那个钱和这孩子是一回事 他不是你的吗 你怎么能说 谁捡着就是谁的 这不是常识性的问题吗 常识性的问题 在我们今天 需要拿到桌面上来讨论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现在 已经非常危险了 做的已经不是人的事情了 人都有常识吗 你看 弟子规里面 这是人道的基础的教育 教过我们什么呢 凡取语 贵分晓 六个字 什么意思 我取就是我拿东西 语就是给人送东西 不管是取 还是语 贵分晓 贵就是最重要的 分晓是 你明白那是谁的东西 分晓就是 一清二白 一清二楚 如果说都是这个逻辑 那捡着就算谁的 那 人类社会 就一片大乱 你上去去捡吧 公共财务有的是 捡着就算谁的 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话呢 在今天看起来 好像全社会 真的需要 我们好好地来 反省反省 你会不会这么做 半空中 飘下来很多的钱 你会不会跟着去抢 在这个城市 发生 在那个城市发生 很多地方都发生了 我们前不久看到 大货车出车祸了 好多橘子撒得满地都是 那附近的村民都去抢啊 最后当地动用警察 公安 拿着手枪 指着那些 轰抢橘子的村民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也是无限感慨啊 为什么呢 你至于的吗 多大岁数了 你看那老太太 对着警察那个枪口 手里拿着橘子 干嘛呀 不要说那几个 这一筐 这一车 咱们不吃 能不能死人呢 咱们怎么下三烂 到这程度了 让人拿枪对着自己 说你别抢这橘子 就非吃这一口吗 你说人家 那个钱掉下来 你说这钱 你不捡它 你能穷死吗 我们看看这个画面 这两口子 一年的收入 就剩六千块钱 等着回家过年 说话到年关了 两个孩子在家里等着 你看看这样子 你于心何忍 这有什么意思啊 是 你拿回去了 你看看人家 你难过不难过 我们今天 说实在话 来讲这些东西 脸上都有点挂不住 不知道该给谁讲 看谁 一缕光鲜 都像摸像眼 实际上做事呢 你真不知道他 他能干出什么事来 这就是现在的现实情况 所以 师父老人家常常讲 要全民都学弟子规 都得学 不是孩子学 家长学 难道那六千块钱 都是被孩子抢走了吗 不都是被大人抢走了吗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你拿这个钱回去 跟你的儿女怎么说 你说这是 报纸上说了 哄抢 那钱是有主的 樊取雨 贵分桥 孩子问你 妈妈 这钱哪来的 你说什么 你说马路上捡来的 那你孩子明不上学了 咱们马路边 咱们捡钱去吧 我觉得我们凭良心讲话 那个钱除了是国家的 哎 要不然呢 就是个人的 哪一个钱你敢动 哪一个钱你敢说 捡来的是归你自己的 啊 你真敢说这话吗 要是人家个人的 那一定是人家的 学汉钱 那这就是个例子 你看这不就是吗 啊 有的人可能说了 那我不知道是谁的钱 这不是糊涂话吗 你不知道是谁的钱 它总之不是你的钱 我们天天让孩子学弟子规 让他好好做人 我们父母长辈 你们捡钱都是大人的 你们就这样给孩子做 绑压 我们一定要明白 有一得 一定有一失 有一喜 一定有一杯 你那捡的钱好像挺高兴 你得到了 你知不知道 一定有人在落泪啊 一定有人难过 你想没想过 这是他们的养命钱 他多不容易啊 这两口子 你说上八层擦玻璃去 啊 多危险呢 挣点钱容易吗 眼看要过年了 我们就想问呢 把钱哄抢墙走的这些人 你看到这些画面 你有没有想过 你那高兴了 万一 万一这个人 他要是寻短见了 他要是不想活了 可怎么办 你拿钱走了 你去花去了 好像挺美 你那个罪太重了 你要了人家 你要了人家命啊 所以 凡取语欲 贵分小啊 有些东西在你看起来可能不值钱 你给拿走了 你不知道 那个是人家的身家性命之所系 人家把那个视若珍宝 你给拿走了 他就不想活了 怎么办 所以 凡取语贵分小这句话 能救人命 你不学能害你的命 为什么呢 你害人家命 你能没有报应吗 我们常常讲 作用力反作用力啊 凶财啊 那不能要那个东西啊 你把那个钱可以送给警察 送给什么人都可以 我等着他也行啊 就是 不能拿 为什么 他不是你的 这个还要让人教吗 那有人说了 说这个 天灾 没办法 你也可以这么 昧着良心讲 说是天灾 疯寡的 他自己掉出来了 疯寡的我这 好 我说不是天灾 我说这是人祸 你们各位听听 有没有道理 为什么呢 疯 可以把这个人的钱 刮走 满地都是 人 有德行 疯不讲理 人讲理啊 你怎么能说是天灾 只要人好了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在想 很多人都在安慰他 这个老大姐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我这儿捡着了 我等着你在下面 这不好吗 这个来福州打工的这人 他跑下来一看 大街上好多人 真是男女老少 把捡到的钱等着他 大家手里钻着 等着他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们帮你捡好 你要问 有没有这可能 有这可能 这可能从哪来的 人人都明理 凡取语 贵分销 学过呀 受过圣贤教育呀 他不会干缺德事啊 那就真正成了 君子国 有天灾不怕 人好 他没人祸 你能说刮阵风是天灾吗 那还不许刮风了 这都是不讲理的话 钱不是你的 让你拿走了 哄抢了 那真正叫人祸 你说刮风是不可避免 天灾难免 人祸 我们总可以避免吧 我们都是中国人 所谓利益之邦啊 我总在想象 街上的人 男女老少 都举着这个钱 在等着他 盛世啊 那个新闻传遍全世界 我相信 世界各地的领导人 都会到中国来学 你们怎么把老百姓 都管得这么好啊 君子国 我们在古书上见过 现在的这个世界 见不到了 只有中国有啊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理想啊 李运大同片上说的话 我们实现了 就是什么呢 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八楼掉下来的钱 他不担心 人人都是好人 这个国家 你说贫困落后 没关系 人与人之间有爱 这不好吗 我们记得去斯里兰卡 随师傅老人家参观访问 那个国家确实不发达 不富有 但是呢 生活也过得去 算是小康吧 人们生活非常满足 你为什么 人好啊 都是学佛的 我们还不要那么高 咱们都学弟子规 凡取与贵分晓 我们相信 师傅老人家 所说的理想就能实现 不出一年 全国在中央电视台 天天播这个弟子规 传统文化 圣贤教育 师傅讲 不出一年 人民都叫好了 他不好意思 你看大家都在那 等着这个老大姐来取钱 你在那拿钱 你走 你不好意思 为什么 成风气了 人人都以这个为荣耀 以那个为可耻 现在是颠倒的 你抢少了 人家笑话你 你看我抢得多 你至于说这个人 他似乎跟我没关系 你 我不知道 我们这个节目 可能很多人会看到 那些捡到钱的人 请你们看看 他的这副样子 他辛苦劳动一年了 你们忍心吗 孟老夫子所讲 忍皆有不忍人之心 这个心没有了 所谓侧隐之心都没有了 非人也 孟子这部著作上讲的 你可能会讲了 你说 甭管你说什么 钱我拿到手了 我可以拿它 给我们家买点好东西了 我告诉你 如果占便宜 能让我们得到幸福 从古至今 从古至今就没有人再愿意当好人了 都占便宜去吗 都发家致富了吗 我们跟大家讲 你占那个便宜 那叫什么呢 凶财 不义之财 叫凶财 他不是好来的 不是你的 不该你得的 这叫不义 所以为什么弟子财 从小就教个人们 凡取雨 贵分晓 我们大家还记得 有一部电影 龙虚沟 你看 多穷苦的人 那跟现在讲 那就要饭花子差不多了 但是他是人 我们现在挤衣玉食啊 住在宫殿里啊 说的话 做的事情 心里的想法 不像人 这真的 你说他们怎么样呢 孩子从外边回来 拿个鱼缸 他妹妹喜欢鲸鱼啊 他妈妈一看 哪来的 说 儿子吓坏了 偷的 偷的 打不死你 赶紧人送回去 你卖鲸鱼 徐六给我的 他为什么那么爱你 儿嘎子 趁点跟我说实话 我们穷 人穷 质不穷 我们可不能套 把鲸鱼给人送回去 妈 我好容易 有了两条小鱼 四嫂 牛子打过年就让人要小金鱼 你这样子养得玩呗 二妹妹 咱们可不能惯着孩子做贼呀 二嘎子 真是偷来的 二嘎子 说实话 全由我了 徐六叫我给他看着金鱼挑子 我就拿了这个小刚 妈 妹妹连一样玩意儿都没有 二嘎子 咱们没有 咱们也不能偷 去 把金鱼给人送回去 中国的古话 叫什么呢 贫贱不能移 受人尊敬 再穷 我不能偷人家 是不是 否则 我们 就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家业 把你这个家产 往下传 为什么呢 你的子孙都被你叫坏了 穷人都懂啊 他没上过去 他都懂 为什么呢 中国代代有家交 所以弟子归传了很久啊 有人讲弟子归好像是清朝秀才写的 你不知道 他这里边的话 是集圣贤教语大成于一体 哎 礼记里的话这里都有啊 那是四千年前的话都有啊 他集大成啊 哎 万古不灭 这里边讲 躺不问即为偷啊 哎 所以说 我们言传身教 你想一想 我捡了这 哄抢这一百块钱吧 哎 这一百块钱重要 还是我回家之后 我的孩子 他的一生幸福重要 你教给他这个 你的孩子能学好吗 所以今天的社会 非常的需要 在各个电视台来播放 弟子归看天下 类似这样的节目啊 让大家知道 善恶是非美仇的标准 啊 还有一个叫治愈的标准 哪个是智慧的 哎 哪个是愚痴的 你这样做就是愚痴的 不要觉得好像是 哎 机关算尽 把钱拿到了 你错了 那是愚痴 不义之富贵 与我如浮云 哪 那是真智慧 为什么呢 凶才 上年岁的人都知道 几十年前 马路上那个乞丐 要饭的 他捡到钱包 很多钱 他不要 他在这等着 原地不动 等着这个丢钱的人来 为什么呢 有人就说啊 真傻 他不傻 他为什么不自己拿着钱包 走 他不就发财了吗 你看那个叫花子怎么说 把钱包还给人家 看看有没有少东西啊 攥得紧紧的呀 怕到时候 哎 说不清楚了 人家很感激 哎 人家赏他俩钱 那可以 那你说 你干嘛不合必 你不自己拿走就行 不行 人家 给他的 那叫什么呢 哎 那叫合情合理 他不是投 不是抢的 你给人拿走了 那有什么不行呢 你看 要饭花子怎么说 我这命 受不了这财呀 我哪有人家 那富贵命啊 拿到之后 我就出财祸 我就死了 我受不了这个 真的 你可千万不要认为 这是封建迷信落后 那你错了 你不信你试 不该你得的财 你得了 为什么叫凶财呢 他凶辱 来的时候 不是好来的 叫凶辱 凶出是什么意思呢 凶出啊 就是你这钱拿不住 今天我不义制裁 一百块钱捡来的 你还会再损失一百 哎 然后还附带着利息 两百 他拿不住 就是你受用不到 哎 是 凶出的意思是什么呢 还附带着给你灾难 附带着灾难 这就是凶财的本质 你说人不学传统话 哪知道这个呀 哎 凶着钱了 不是好话 凶着钱你怎么拿回来的 得给人家 所以 孝替中心 理义 那个义 就是什么呢 合情合理合法 它合适 那我们讲八得呀 你要不要去 你不合适了 不管是什么东西 哎 准给你带来灾祸 那不该你得的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新闻 要觉悟 我们的人们 内心世界 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啊 堕落到什么地步 有人提出来 哎 说 用法治的方法 哎 来治理这个国家 这是西方的观念 中国古代也有 哪一朝呢 哎 秦朝 秦始皇 他是 纯任法治 哎 法家嘛 治国 他享国十五年 就忘国了 所以 古人告诉我们呢 你用法律的方法 像今天这样的事件 你根本没办法 他没办法呀 他简单 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 民免而无耻 人们都夺法律漏洞 免就是躲避 哎 但是他心里无耻 没有羞耻心 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只要没办法就行 你这社会都乱套了 得主 幸福 以德教为主 哎 天天教弟子规 感应篇 实善业 伦理道德 圣贤教育 天天教育国民 然后怎么样呢 哎 行辅 用法律的手段 哎 作为辅助 这种方法在中国 传了几千年了 所以纯任法律的结果 民免而无耻 哎 他没犯法呀 但是都没羞耻心 都不干人事 都以这个 哎 都不以这个为耻 哎 反以这个为荣 你看妈妈今天给你捡多少钱回来 嘿 一代一代往下传 你说这还能好吗 那么我们今天 看到这样的新闻 看到这样的新闻呢 哎 我们 也很难过 我们周围有很多义工 拿出自己的钱才来 啊 跟这个东南快报联系 要给他捐款 就是 嗯 这个新闻播出之后 有有 就是社会上有很多反馈吗 就是反响是什么 有 太多了 太多了 今天那个 电视那边 台那边的话 太多了 今天这个新闻 因为整个来讲 这个社会啊 像好新的还是比较多吧 我听说 就是到目前为止 可能是这位熊女士啊 她已经收到 就是两千多元的 这样的一个换款 然后我这边呢 因为她一共是六千块钱嘛 都被这个 大家可能就捡走了 然后我这边呢 可能一会儿会汇过去 三千 三千左右吧 这样的加上 大家的一些帮助呢 可能六千块钱呢 她这边可能就都会 就够了 可能就都会 都会收回来了 我想跟你说 不用了 因为她已经 我们这边 有很多爱情人士 已经给她捐货 那个大姐也已经够了 她也是说 不用再给她捐了 所以 现在咱们这边 就是您这边 就是您这边 这个报道播出之后 反馈是比较好的 是吧 就是帮助人会比较多 是吧 是是是 已经够了 而且大姐觉得 不需要了 您可以把钱捐给 其他也需要 更需要帮助的人 她也是这样的想法 她说她不要了 她的主编记者 告诉我们 新闻出来之后 反响很大 很多人都想帮她 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也想告诉给这个老大姐 还有以后 所有这些 遇到这些 不幸事件的 你们不要伤心 不要难过 千万不要寻短见 为什么呢 这个世上好人多 我们中国好人多 学佛的 学传统化 这些人很多呀 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 要知道帮你的人会很多 刚刚他们跟 这个东南快报的记者联系 说现在钱已经收到很多了 够了 六千块钱够了 这个老大姐说 把那个钱呢 再送给那些穷苦人 我不要了 你看 他能说这话 好人多 所以 弟子归上告诉给我们 凡事人皆须爱 天同富 地同在 当我们捡到任何东西的时候 拿到任何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要想一想 失去他的人 该有多么难过 该有多么悲伤 多么着急 甚至有性命之鱼 有这个危险 你还要不要 不拿白不拿 给自己照灾热祸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凡取鱼 贵分小 鱼一多 取一少 这就是弟子归 告诉给我们的 趋吉避凶 社会和谐的最好的方法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公请各位宿利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亲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 地 君 亲 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一行 国一秋聚 迷不谋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历不起 国风明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十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